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接近来宾 首先智库东亚政经署署长陈永峰教授 陈老师好 东亚大学陈永峰大家好 林传媒董事长施维权施隆好 大家好 资深评论员吴坤宇 坤宇雄好 大家好 还有国安战略专家陈文贾陈老师好 何荣好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看的是 蔡英文总统出访中美洲过境美国 白宫方面的态度 现在看起来是相对的低调 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不是有所谓的出访政治学呢 好 科比是白宫的国安会发言人 他在这两天就特别被问到说 美方特别是行政部门会不会有相关的安排 但他斩钉截铁的说 这一次不会安排行政部门的官员 与蔡英文总统见面 而宋文迪这位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的讲师呢 他就分析了 他说这次为什么行政部门相对来说很低调呢 因为拜登政府不希望蔡英文总统见 Mark Carsey 就是众议院的议长 牵扯到白宫 那怕这件事情呢 万一牵扯到白宫 因为现在的美中呢 正在研究重新开启美国国务卿 这布林肯到中国大陆访问的可能性 所以怕坏事 好 那么另外 蔡英文总统呢 在去中美过境纽约呢 特别在过境纽约的时候呢 见到了纽泽西州的州长莫菲 那特别也针对啊 未来在台美的一些合作 特别是跟纽泽西州的一些合作呢 也进行了一些意见的交换 我首先先请教坤玉兄啊 您看目前为止啊 我们看说美方的安排啊 现在凸显出美方的态度大概是如何 还有在接待的分寸上面 您看这个执政的拜登团队啊 他们目前从接待的规格 还有接待的方式 您看到什么 我这样子讲啊 规格上面大家就 就是说最近大家都讨论了很多 规格上面呢 蔡英文没有太特殊 但是她待遇比以往好很多 这几年 尤其是这一次 她有点大张旗鼓 她其实蔡英文的公开的行程 跟公开的这些事情是很多的 所以美国人 她其实是给她待遇算不错的 第二个事情 可是美国人也有一个考虑 考虑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中国跟美国在这一局上面很明显嘛 大家在玩恐怖平衡对等对坐嘛 好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马英九说要访中 对 她这个行程会跟蔡英文重叠 她说她是巧合 我告诉你答事我也不信啊 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巧合的啦 那这个全部都是算好的 那做到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 那么她想要做对岸想要做什么 简单讲我在判断的状况是说 这个对不起我稍微陈述一下我的看法 如果她这一次真的是去记住 照我们以前排行程的 像我们宋先生访路或干嘛 我排过那个行程 排过好几次 那个一定是主行程 卡住 其他所有行程绕着主行程走 这个主题走 我如果这一次真的是要去 带青年去 请问为什么没有广州 329啊 那是国民党的精神所在啊 那如果真的是去记住 那所有的行程是 围着4月5号清明记住 这个事情转 其他通通都排开 要见谁 要去哪边访问都是排开 我怎么会4月1号记住 这个行程就表明了 4月5号 6号是被控出来 有更重要的事情等在那个地方的 所以你就是说 马英九前总统他的行程 其实有一些部分是他有办法 有猫腻 我不知道是什么 操控的啊 好然后可是你对照蔡英文的行程 4月5号 6号他准备干嘛 他就是在洛杉矶见麦卡西 还有可能会见其他人 我请教请教一下这个陈老师 我看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宋文迪 就是澳洲的这个大学的讲师 亚太学院的讲师 他是说因为美中正在研究 重新要恢复就是 那时候因为布林肯本来要到 中国大陆访问嘛 喊停了嘛 现在双方正在讨论 所以也不希望说蔡英文总统 见麦卡西这件事情恒生破绝 恒生枝节 你怎么看他的讲法 但是因为美国是彻底的三权负利 没有哪一边力量比较强 所以国务院方面就行政部门 只要轻松的说 也一定只能这样说 有些说国会的议长要见谁行政部门 而且是在美国境内 要见谁他们也很难自会 无法干涉 对没有错 但是当然蔡英文作为一个外国的元首 到美国去的话 当然已经跟美国的外交部门 外交部门当然就是国务院 会有行程上的协调 台湾当然也没有办法单方面的做任何事 另外一个层次就是美中的对话 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话 中日现在也在互相对话 这个是完全不会停止的 而且有非常多的机会 各式各样的国际场合 反而是台湾要跟谁见面相对上比较难一点 所以也就是说焦点会比较突出 或者是我们用自己的立场在看别人 因为我们要见到大国的元首非常困难的状况以下 包括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先生 现在到中国见到的层起相当低 当然那个重要不重要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用这样的立场来看的时候 我们见到谁变得很重要 但是别人比如说日中美欧各大国的元首 或者是外交人员军事人员在互相的交流 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并不是见了就表示关系好 也不是不见就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因为管道非常多 那个施董在前两天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有讲到说 见到谁其实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 那特别蔡总统这次过境美国纽约期间 她是见到了纽泽西州的州长叫做墨菲 刚才在画面当中也看到 这个墨菲提到说纽泽西州现在正在全力的发展绿能 那蔡总统期盼墨菲能够促进台美之间 在高科技和绿能这些领域上面有更多的合作跟交流 希望能够来加强产业韧性还有全球供应链的安全 文嘉老师你看这个在外交上面 如果我们从外交上面来看的话 见到了这个纽泽西州的州长 他的意义是什么 在州的层级交流上面 台美未来有哪些合作的空间 其实我看两分来讲 第一个其实这次蔡总统他到法美的行程 我可以正在地可以体现到现在外交部 他的策略是踏实外交 就是步步踏实 那看他起来是从非官方到半官方到官方 那这次去展现的是 当然是非官方跟半官方 尤其是国会议员 我们知道可能要跟这个 就是要跟这个众议院的麦卡锡见面 这是属于半官方的 那此外他在另外一个层级上就是 地方 那地方的话当然这次他在纽约的过程中 他扩一条河这个哈德逊河 我之前到过那里 然后发现到这个哈德逊 这个纽泽西 我记得非常友台的非常友台 那此外其实他这次去 当然跟他见面 当然有一个就是跟地方的官员见面 那是等于是一轨 虽然是地方的 那此外我特别介绍这个莫会的背景 因为他现在是这个全美 就是州长协会的会长 此外也是民主党 他现在执政党的这个州长协会的会长 这身份是非常的这个特别 因此他见到他 等于说去联合整个一个这个地方 就是地方诸侯呢 来凸显说他这是有凸突破性的 去见到的这个所谓的官员 这是官员 不过我们说蔡英文总统在美国现在是过境 那么马前总统呢则是在中国大陆 今天的行程呢是回到马前总统的故乡 就是湖南省湘潭市进行祭祖 那么祭祖的时候呢看到马前总统 特别用湖南话了来说这个祭文 他也特别点到了提到了说自己分别在民国97年跟111年两次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那大家也在看的是说这次湖南地方政府呢为了迎接马英九回乡 特别从马英九的老家开始呢一路到这个祭祖的墓地 那重新铺薄油然后修了一条新路 那根据这个施工的人员呢表示说这条新路呢现在被称为叫做英九路 从昨天看到宋涛呢陪同马英九坐高铁 然后祭祖之前呢又安排修了这个马英九他的这个祖坟 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接待规格 然后大家也在讨论是说到目前为止马英九前总统的反应 有没有符合各界的期待 特别是有没有失分 孙永您怎么看 我觉得不同政治立场或者不同国主认同的人 对他会有不同的期待 很多绿营的朋友对于马总统用湖南话的湘音来讲话 基本上就在那边嘲讽嘛 就是说你看他基本上就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 那我个人认为我讲话有一个因啊 有时候会被误以为是香港人 其实我是陆港人 所以我讲国语讲台语就是有一个陆港家 那我晓得 那个口音嘛 对 我后来从陆港到彰化去念国中的时候 我的湘音就会被嘲笑 那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新住民 30万的外籍配偶他们讲国语也有他们的一个相应 大家共同生活在这个土地上面 你有你的口音 我有你的口音 我们彼此欣赏彼此的一个差异 我觉得这种牵涉到土地认同问题 土地认同议题 不用把它上纲到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层次 我个人对他的一个期待是说 希望他能体现中华民国继续存在 中华民国现在的这个事实 因为他的整个行程 基本上还符合中共对中华民国的定调 因为他看了那些中华民国一路走过来 在中国大陆走过来的那些古迹 是中华民国在大陆 对比于蔡英文总统强调的 中华民国只有70年的 中华民国在台湾 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个对抗性 可是也会凸显的就是说 中国大陆所讲的 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 在中国大陆已经灭亡 但是相反的 他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 他在中国大陆的言行 图显示他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强调中华民国没有灭亡 中华民国仍然在这里 中华民国仍是一个现代式 我个人对这样的表现 我基本上是赞同的 在台湾的我们其实关注的就是 不管是马前总统到中国大陆访问 还是蔡英文总统此刻过境美国 到底是能够为台湾谈到什么 还有带回什么 就是台湾的民众比较关心的 看到了两位分别卸任的 还有现任的总统都出访 我们也来关心一下 未来总统的可能人选的问题 就是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现在他也被认为说是 未来有可能要出来 找出这个总统大会的人选之一 那么最近在这个两岸一家亲之后 现在柯文哲看到他提出了 两岸的一个新论述 他表示说台湾没有92共识 只有96共识 因为他说从1996年 台湾第一次举行了总统直选之后 每次投票台湾的主体性 就变得更加的强烈 那柯文哲也坦言说呢 因为现在中美对抗 还有整个国际的大趋势 下一关呢暂时是走不下去 所以维持现状是不得已的选择 永锋老师怎么看这个96共识 柯文哲那个是台湾的主体性 他要讲什么 已经两边不一样了 我是自己决定的 但是习近平是什么决定的 不太知道 那另外一个陈永锋要讲的是 我们不是那么喜欢民主 民主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东西 我们只是不要独裁 因为独裁深具危险性嘛 既然好的事情很有效率 不好意思 坏的事情更有效率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要避开的是 事实上是在避嫌 democracy跟市场主义 没有内容的 他只是不要让坏东西 可以自动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或强力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所以说就递开那件事 就柯文哲来讲的话 他提出这个 你觉得他算是一个针对两岸关系的一种新的论述吗 那这种新的论述 对岸你觉得会接受吗 我只能跟你断定 柯文哲不会当选 柯文哲在讲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然你请他来这里问看看 他是非常的日文叫做场合主义 也就是说这个场讲什么对他有好处 他回话超快的脑袋转述比我还快 但是不知道他在回答什么跟我一样 对不 讲话跟我一样不知道他讲什么 但是那种柯文哲在台湾 还可以拿到10%甚至10几%的选票的时候 那个是什么 也就是说有一些人看到他这样 亚绩不绿也不懒 但是讲话跟我一样跳通 超级巨细 你也陈永峰不是靠这样活下来的吗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议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带您走进全世界 捷克的众议院议长叫艾坦莫华 日前率访问团到台湾来访问 之前来的是参议院的议长韦德奇 这次是他们的众议院的议长 一个女议长 大家就关注的是说 捷克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深化 现在传出除了经贸文化的交流 军事也很可能会成为双方交流的着力点 我们来看台湾跟捷克画面当中 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这个画面 整个画面来看一下 台湾跟捷克谈军事采购 在2022年的7月已经有一些初步的交流 包括哪些大型飞弹车 E5公里八轮自走炮 还有无人机的合作案 目前这三项军购案是渴望定案 我想请教坤兄 这个军购的话 大家就会想说 我们长期都是跟美方 可能军购的大宗都是美方 台湾想要采购捷克的这些军武 真的有符合我们的需要吗 我这样子讲我们想要跟美方买也是不得不 但是现在美国人自己供应不了 供应无瑕 东西又太贵我们买不起 这是现实问题老美也知道 所以其实我觉得捷克这件事情是老美有睁眼闭眼的 就是有放水的 为什么放水因为他供应不了 但是台湾有需要 需要在什么地方 我对不起我现在是经纬航太的顾问 所以昨天我们公司所有人全部都在台中 这个捷克团到台中去看经纬 去看无人机 就是我们所有人马上去支援这个活动 那他在前一天他是在嘉义看无人机的那个园区 那在前面一个月 翁张良是带着一整团人去访问法国 还有捷克还有土耳其去挑战 所以无人机合作这个部分 其实捷克是有心跟台湾合作的 那捷克在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钢铁巨炮的这种东西 但是捷克在电子通讯方面不弱 他有一家小公司 我们接触过一家小公司 只有20个人 他卖的通讯设备跟保密通讯设备 是全世界所有的第一级军火商都跟他买 这个很厉害的 但是我想请教文贤老师 进一步带我们了解 就是说因为大家会想说我们跟捷克买武器 可是会想到是未来后勤的一些 比如说维修 因为大家会想像之前我们买这个法国的幻象战机 那因为维修跟后勤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操作成本是高居三种 目前我们这种战机当中最高的 所以刚才坤俊兄有点到说 跟捷克买武器的一些基本的考量 所以如果回到说那未来好买了 买进来了 可是后勤包括维修这些相关的作业 那怎么看 我是看其实我们就跟你讲讲这个 这个幻象飞机其实是法国来的 那可以其实维修是很贵 三个机型是最贵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跟这个 不管是跟美国是这个 尤其是跟捷克现在如果说要做交易的话 那可能是要把它的这个技术一并转移 一并转移 就是我们要重新有一条捷克的后勤线这样子 然后把生产线移为台湾 我觉得谈应该谈技术转移 不然否则你光买到那个实体 结果后来整个维修 你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有讲生产技术转移吗 我这样子讲 我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谈的就是 生产 不但生产转移 甚至是技术合作 甚至工合 而且我再补充一件事情 像幻象那种东西叫做载台 而且是很复杂的载台 所以它欧归就欧归 美归就美归 你完全不通用 但是炮兵这种东西 你看我们要跟M1.9 去美国买M1.9 A6 为什么要买 你知道我们那个155炮 都是爷爷炮 二次大战呢 我根本没有东西太坏 我们自己炼钢技术生产不出来 所以我们的炮如果再不坏 根本没有办法打实 所以会增加我们陆军整个战力吗 对 他一定会 他为什么要跟捷克买炮便宜又好 捷克的钢练得好 炮管 炮管里面设的那都是北约规格的 标准的155弹药 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后勤问题 那剩下的载台就是车子嘛 各种车子的原理一样 规格零件不一样 那个再把技术转移进来就好 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 我们不是跟人家买飞机 买飞机那个问题就大条了 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四位来宾 因为现在看到说最近你可以看到 来访台湾的这些欧洲的团 除了当然像说 比如说西班牙啦 法国啦 英国 德国这些比较大国之外 现在刚刚讲说捷克 中东欧的国家现在也 慢慢的就是办起了这个 好像是深化台湾跟欧洲的关系的重要推手 但很现实的问一句 就是说随着这些中东欧国家的加入 会增加台海的安全吗 会还是不会 圈拖插 三位都是觉得会 但一位不会 再我问一下 因为欧洲议会去年通过台海情势决议 意大利的前总统的外交顾问 他说台湾有事就是全球有事 不过范围如果缩小说台湾有事 就台海有事的话 你们觉得欧洲会出面 然后来挺台湾吗 两圈两叉 问一下市董看吧 你刚刚两个都是举叉的 台海有事 如果我说欧洲会一起扛 那是愚人节的消化 台湾有一定是愚人节 今天正好愚人节 对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台湾真的有事 日本会怎么做都还是一个问号 日本还是要先看美国的态度 铁定日本一定会撤侨 撤侨之外会做什么呢 日本政界回答不出来 或者是没有回答 日本学界我们这阵子 也看到一些文章讨论到这个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更何况是欧洲 欧洲包括中东欧 事实上中东欧的问题 我没有资格在这边讲 我弟弟他才是中东欧专家 因为他在波兰生活的快十年 他的波兰文化是大概华人世界里面 数一数二的 我引述一下他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我们觉得 其实最重要的 强化台湾跟国际联结 以及台湾安全的 第一个是金帽 第二个是移民 移民包括婚姻移民 移民包括说拿着台湾讲学进来这边念书的 以后他能不能在台湾生根落叶 还有就是留学生 这一方面的一个强化 才是台湾安全一个很稳固的保障 政治人物之间的来往 台湾有事 鸟兽大家各自分散飞 我觉得这个是国际现实 我呼应您讲的 我们进一步来看 就是因为接下来在今年 欧洲的领袖们会陆续的到中国大陆进行访问 包括3月31号已经看到了西班牙的总理 Sanders 他就特别提到说 希望能够透过访问推升国际地位 然后也能够谈到俄乌的局势 希望能够有更多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 接下来包括4月4号 你看还有像是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有欧盟智委会主席范德莱恩 以及4月16号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波瑞尔都会为中欧的高峰会来预作准备 相继的访问中国大陆 特别我点出欧盟智委会主席范德莱恩 最近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降低中国的风险并不是要跟中国脱钩 欧洲也特别是想要稳住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永峰老师你怎么看 各位回顾到5年甚至不要说10年 5年前左右的台湾的电视台 什么时候在讲国际问题 然后自称自己是小国人家都不理我们 连台湾跟泰国都搞不清楚 人超多了 然后非常的自卑 我们人家都不知道我们的事 今天你看相反 连东欧我们不知道的小国都关心了台湾 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小国 非常多的大学生连在哪里都不晓得 但是立陶宛三个字竟然知道 今天捷克也要找很久 地图翻开要找很久 地球仪大家很认真找 所以说台湾的国际上的重要性或认知度 或中台之间明显化 已经知道台湾跟中国有冲突 然后台湾跟中国的冲突 也会引发他们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都在研究 这个不只是学界嘛 这一般民间的新闻报导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日本哪有在讲台湾的新闻 简单来讲其实说台湾也因为这些国际情势的变化 能见度提升了 然后大家注意到说 特别是虽然在亚洲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但是却仍然是扮演着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我刚刚第二个问题我是举叉啦 所以即使有认知度 但是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 未必会帮得上忙啦 所以最直接的在地缘政治上 对我们的安全性的保障 最重要的仍然是美国日本 就这样而已 另外就是自己嘛 好 等一下回来 我们环境全世界要来关心的是 焦点方的美国的前总统川普 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环境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